朋友们啊 前期最近感觉特别特别热 正好呢 天气热的时候呢 就应该搞什么东西吃呢 烧烤 没有烧烤 一个是吃冰棒 消暑 另外一个就是吃西瓜 也是消暑 但是西瓜的话 目前呢还是没有啊 就是比较贵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来去看看 我们如果说把一家店里的雪糕 每样单品全部清空的话呢 咱们要花多少钱啊 正好呢 夏天嘛 咱们可以囤点货在家里面 好吧 咱们就话不多说啊 走着 朋友们啊 这小车开的还是挺逮劲的啊 当然啦 各位不要说我们没挂牌子啊 我们这车有零牌啊 零牌到21号啊 今天是17号 你好老板 我买个冰棒 我可以拍个视频吗 可以拍是吧 12345678 有8个冰柜 外面还有一个9个冰柜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 就两个冰柜 所以说这个店是比较多的哈 要不然 干了278年 干了278年 哎呀老店 找到比较老店 我看一下啊 我小时候吃的没有这里啊 毛钱的在哪儿 这个吃过嘛 这两个都吃过嘛 这个也有大乌丁嘛 我等一下看下多少啊 老板你说如果我这样买的话 大概算到要多少钱呢 一两百块钱 那也不会啊 一两百啊 你们这最贵的多少钱一个啊 冰棒最贵14 14啊 那还好啊 没事一样挑一个啊 如果有口味的话 你就多挑两种嘛 总共是8个冰柜的货 这样剪完的话 可能其实还是得花一点时间的 有没有那种清仓的感觉 你看虽然只是单品啊 但是其实每个冰柜挑一样 还是很多的 这就是1234 已经有四楼了 这第五楼啊 第五楼也可塞满了 来 总共算出来了 刚刚老板说只要200块钱 就能搞定 是不是算到800多了 847块3啊 来 付了啊 老板 给支付收传 总共应该有多少种啊 老板 就有两百种没 不止 两百种也不止啊 1234 5个包 还是挺多的 走吧 走吧 回去啊 这真多啊 你看 800多块钱雪糕 好 朋友们 咱们已经回来了啊 这个冰柜的时间放在店里面了 然后拖回来了 没用过 正好就把这冰棒啊 全部放在这个冰柜里面 我去 这真的第一次啊 属于是实现冰棒自由 我去 就这一袋就这么多 你看看 把这冰棒干完的话 明年都到了都 我都感觉我们可以开那个冰棒超次了 你看 哇 去 来来来 各位看一下 现在这个冰箱满了啊 而且这是他们店里面每一个产品 每一个口味拿的一样的情况下啊 咱们这个小冰柜就这一层塞满了 因为底下是空的嘛 他说大概有两百多个品 那就算他两百个行吗 要不我吃一个这个吧 微换奶糕 你吃哪个 可爱多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多少钱一个啊 可爱多应该不便宜吧 在我印象里 微划饼干夹着雪糕 你看 我这个好好吃 是吧 嗯 因为那个奶香味 这个是内蒙粗的 怪不得这奶制品 奶制品可以 但我又发现啊 就是买了这么多冰棍的话呢 光这一个夏天肯定是出不完的 我们这里虽然人多啊 但是每天销两个 可能也要销个大概一个到两个月差不多 但是我突然又想了一个招啊 我们吃不完 其实我们可以发给别人吃嘛 你好 这个天气比较热给你们买了一点冰棒 自己给你们买了 非常感谢 也是谢谢你 你好 你买了一点冰棒 我放你 这个就是有保温袋 但是也要尽快吃 好 好 谢谢 给他们嘛 他们不是忙也下班了吗 你给医生吧 谢谢啊 谢谢你 没事 你也是个乐性四年 谢谢你 没事 主要是现在大家不都一起加油嘛 好好好 谢谢你 买了一点冰棒 天气比较炎热 这个是保温的 不客气 谢谢你们啊 谢谢 最后来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送这个冰棒的话呢 也是当时突发奇想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当时想的800多块钱的冰棒 一堆人吃的话呢 最少要吃两个夏天才能吃的完 所以说正好嘛 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外面是有很多那个工作人员的 我们就下断于是 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也就是给他们在这个 一样到来的这个炎热的夏天 然后给他们稍稍微微的解个数 最后的话呢 我其实也想说一句 就是不管怎么样哈 只要我们一起加油 这个困难 我们是一起能够过去的 那最后呢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结束啊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